大家好,來到財經自由港 今集繼續有我跟Simon、李世文 跟大家說一些炎滿財經話題 今集我們就先說說中國經濟和外交路線 是不是出現了一些調整呢? 剛剛星期一我們看到 內地出了一些宏觀的經濟數據 表現就參差,勉勉強強 投資和工業增長都是差過預期 消費增長3.7% 三個月新高 但跟去年年底有8-10% 又說不上標青 其實我跟大家都一樣 對官方的數據都是半信半疑 但近日留意到一些民間的現象 似乎都反映了內地經濟 就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當中包括樓市因為經過三月 就出現了一些刺激的措施 包括用3000億的人口資金去救市 但我們看到最新的內地的樓價 仍然在跌近4% 似乎就沒有什麼起色 另外就是看到一些內地的地方政府 開始向企業追收款項稅款 但說的是30年前的稅款 似乎這些都反映了 內地經濟一些民間的現象 就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經常都有人說 就是貧窮限制想像 到底現在中國經濟這麼疲弱之下 到底外交路線 我們經常說習近平有個夢想 他有個夢想就是要復興中華偉大的事業 其中一個當然就是收復台灣 但最近我們看到有個奇怪的報道 是來自英國金融時報 我們說的是習近平在去年年底 會見歐盟主席馮德萊恩的時候 說了一個很奇怪的情況 他就說 美國一直是試圖引誘他去武力攻台 但是他說他自己就不會上當 Simon 其實這個解讀是怎麼樣呢? 為什麼突然習近平方面 我相信這個報道也可信 習近平方面會透露到這個訊息呢? 是不是真的因為經濟疲弱 開始外交路線呢? 是出現了一些調整呢? 一天最壞都是美國人 就解釋到很多問題的 我想最表面的一個分析 就當然是習近平覺得在歐洲人面前 說美國的壞話是一個天經地義的事 但是我再深入一點的想 其中會不會有一個可能就是 一直以來 習近平那個統治都很依賴解放軍 而解放軍要不斷地在體制裡面 拿到更多的資源更多的利益 你怎麼都要製造一些假想敵 要製造一些需要 那製造需求的方法沒有好過就是 那我遲早就會收回台灣了 這一個也都很配合中共的大旋律 它就是一路就吹奏 就說我20多少年之前我就一定會統一到了 但是大家看個現實狀況就是 你要和平統一嗎? 那台灣很明顯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選上的總統 至少都不是藍營的人 那當然其實自從96年開始 那中共都不斷這些民工武嚇 每次有總統選舉都扔幾個導彈下海 現在就更加發展到就是不斷送戰機、船 就走去告訴台灣 我要圍堵你絕對是能力範圍之內 但是我們看到台灣裡面的民眾 慢慢都不是很買這一套 尤其是現在台灣自己本身的經濟實力 我們所謂的那個silicon shield 就是因為這個芯片製造業在台灣 是變成了一個全球的問題 一個全球關注的重點 所以民工又不行、武鬥又不行 那習近平都要找個下台階的 那最好就是說這個一定是美國的陰謀 但是另外我相信都有反映了一個可能性 就是中共真的不可能繼續再這樣去 把資源放進去 就是做這個純粹我所謂的軍事的力量宣洩 因為這個東西是很貴的 你看回以前在蘇聯時代 蘇聯的瓦解當然有很多內部的因素 有很多民族主義的影響 但是不要忘記有一點就是 蘇聯其中一個搞不定的地方 就是因為在軍事上耗費了大量的資源 你如果以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情況 他是不是還有能力去繼續這樣賭錢下海呢 我就很懷疑 那所以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 我覺得習近平都是要為自己開始轉向 找一個下台階 而這個開始轉向 一來就有政治、軍事上的現實 但是另外一方面都有經濟的現實 那再加上其實今時今日 中國就是因為這個問題 就出現了已經是在技術上面 在資源補給上面出現一個被圍堵的狀況 我想這麼多種因素加起來都反映了 中國大陸無論是政治上面還是經濟上面 不可能繼續維持現在這個狀況 那我覺得那個金融時報的踢爆了這件事 都告訴我們什麼叫做外強中干 你剛才提到台灣的silicon shell 令我想起前兩集我都提過 就是NVIDIA的王仁勳去到台灣 其實令世界再次對台灣現在的經濟實力 特別是科技方面的體重可以說升級了很多 我看台灣自己本身就形容這些芯片 芯片業是護國神山 除了NVIDIA的設廠 以至台積電和一系列這些高科技的產業 其實正正就是保障台灣現在本身安全的一個 就是護國神山就是保障政府本身 這個似乎都是過去那八年台灣發展高科技之下 到底是不是專門有意去發展 而這樣去保障自己的安全呢 這個當然只有當中的人才知道 但是似乎具體的效果的確是出到這個現狀 我留意到習近平的說法就說是美國引誘他武力攻台 其實這個說法真是很奇怪 作為一個元首對元首 就是歐盟的馮德內恩都是一個相當對中國有秘技的人 但是習近平這樣跟他說到底是反映他自己是 真是一個軟化的跡象 還是還是一些 就是像你剛才那樣說的 在一些伎倆上希望拉攏歐盟一起去對抗美國 那似乎當中都有不少的音樂 但是看回現在內地經濟的狀況 的確是挺令人覺得不是太理想 剛才說過就是一些民間現象 特別是我留意茅台就是中國A股的股王 大家如果有投資都留意到 其實茅台本身的價錢一直都高期 說的是53度飛天茅台 說的是有2,700多元人仔 最近那個回落幅度跌了一成多 去到跌穿2,200元一平 那大家留意其實茅台本身都是一個這麼高級的白酒 其實在內地其實投資的用途都是相當廣泛的 其實它的銷量除了一半是用來喝 有一半其實那些人是用來團職的 但是現在跌到這些位置 其實開始內地不少的分析都反映 其實正是反映內地一些所謂的高檔消費 都開始出現一個崩潰的情況 那由茅台A股的股價也都看到了 跌了一成幾個位置 特別上星期的跌幅都相當驚人 那這個其實都側面反映了 現在內地那個民眾對一些高檔消費開始減弱 甚至乎一些退休人士所謂的一個基本養老金 也都出現了今年剛剛人社部公佈 是只是增長3% 那這個是創了紀錄圣地 說幾年前是仍然有5%的升幅 似乎由內地的微博反映 就是內地那個民眾的群情都相當洶湧 似乎都累積了一些不少的不滿 那現在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就是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了 我們早幾集都提過 其實習近平是不太喜歡用一個所謂的財政政策去刺激消費 反而是用國家的資源去補貼一些 他認為是對國家未來科技有利的一些國家產業 主要目的其實似乎都是希望避免在西方 跟他圍堵的時候 中國有一條出路 包括控制一些所謂的新執生產力 就是可以突破這些出口的屏障 去到外國反而是造成一些 對外國來說一些壟斷的地位 那這個似乎是他在政策上是專程走向的一條路 所以大家看到在樓市消費方面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具體的刺激的措施 你剛才也提過就是內地的樓價 再跌多4% 那這個其實完全反映過去一段時間一些取消限購 一些按揭的補貼 都完全幫助不到樓市 那這個情況似乎都反映內地經濟的結構 仍然是存在著很大的問題 其實如果從一個很宏觀的角度去想 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場 其實他們是想那些錢會留在他們能夠控制得到的金融體系裡 而不是流失去例如買了茅台或者是買了房地產 很多時候那些人都說房地產是一個很低質素的金融產品來的 因為那些人買了就自己住了 或者買了來炒 你都看到其實有些地方如果那些人純粹是為了避免他的貨幣購買力削弱 而走去買一些東西去拿在手上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經濟不健康的情況 我相信北京是這樣去想的 所以幾年前才是很刻意的自己走去篤爆那個泡沫 問題就是篤爆了那個泡沫不是沒有代價的 你銀行體系怎麼維持下去呢? 所以現在所謂的救市措施 我聽到有一些就是簡單的說就是叫人們還息不還本 還息不還本其實是很穩定的 因為你本金不減的話 其實就等於借了錢的人 是永遠地要繼續去供養這件事 那這個某程度上都是一種 繼續向這幫食物鏈最低層的人去 抽取他們的血汗錢的方法 其實比較好的方法本來就是 你破產就破產了 供不起層樓就收掉它 但是在中國大陸現在的情況 它根本不能夠 去給這件事發生 因為一發生這件事 連帶的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些銀行怎麼辦呢? 其實有另外一些報道新聞都一直說 那些銀行就是在過去一段日子不同的地方的銀行 就開始限制那些人提款 美其名就是怕你們那些人被人電騙 被人騙 我都是為你好 但是很難令人不聯想到就是 是不是那些銀行自己都怕資金從系統流失呢? 如果是所有人都走去提款的話 其實這個世界沒有一個銀行體系是能夠維持得到的 那麼這個現象 是不是又某程度上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其實北京是擔心出現這種對金融系統 對銀行系統失去信心的情況 因為一發生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很劣質的 一個很惡性的去共干化 Ray Dalio 就是這個橋水資本的創辦人 前陣子我看到前陣子接受了一個訪問 他說中國現在進入了一個百年風暴 那百年一遇的事情其實每幾年就發生一次了 那問題就是他說這個百年風暴 最終的出路就是看中國能不能夠漂亮地去共干化 那麼漂亮去共干化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應該怎麼做 沒有人知道可以怎麼做 但是如果你告訴我 當民眾防地產商 又希望政府有多些刺激經濟方案 尤其是刺激樓市 那麼在銀行的角度 又希望大家繼續還息不還本 還息不還本就是一個槓桿不變 那麼是不會做到去共干化的 其實之前在這個節目也說過很多次 迷失的意思不是什麼爆 真的完全崩潰 而是你維持在現在這種不知道怎麼辦的狀態 一段非常長的時間 但是當你在這個泥足深陷的景況的時候 外面就已經在搞AI 在搞量子電腦 在搞其他生產力 別人對未來有很多不同的發展 你自己還仍然停留在2020年的狀態 那麼你去到2030年去到2040年 看回頭看 咦?為什麼我不見了20年? 我覺得這個就是無論是中國還是中國香港都在面對一個最大的挑戰 你怎麼從現在這個泥沼中可以脫身 可以重新上路 但是很明顯 其實一樣都是跟剛才說的 就是它的偉大民族復興的使命是要修復台灣 但是武力又不行 用和平的方法又不行 市場都是一樣的 你暴力救市又不是辦法 你打算讓它自然的康復 又好像不太見到成效 那麼你究竟用什麼方法呢? 是沒有方法的 人世中是有很多問題是沒有解決方法的 只是原本最初的大家都跟他們說 你不要這樣搞啊 你這樣搞啊 那個禍很大 那麼他們也都因為他們面對的處境 結果選擇了去走這一條路 我想當時他們是不知道後果有多麼嚴重 你剛才提到內地民眾拿不到存款這個問題 其實由去年開始 講到鄭州地方銀行開始已經有不時報道 接著之後亞洲電台 也都曾經有同事上去深圳銀行 用港人身份去拿錢 也都出現了問題說一定要預約 而且每次有一個限額 現在講的是到深圳的一些比較大型的銀行 甚至乎大額以上 5萬人民幣以上 是直接叫你去公安局那裡 才拿到一個審批 批准 好像剛才這麼說 等公安確定你不是被人騙 那你才來銀行 但是這些限制一個資金的轉移 其實在內地來講 反而是一個令各方面包括民眾社會金融機構 都是一個反而比較負面的感應 會不會是好像金融系統 銀行系統本身出了問題呢 那這裏都可以引伸 說下去的就是其實接下來七月內地會有一個三中全會 這個其實在內地那個政治 經濟的那個部署來講的確是很不尋常 因為三中全會本來就應該是去年年底召開 那現在退到在七月應該是北戴河會議之後 那似乎各方都開始在想 是不是這個三中全會本身 因為三中全會本身就是理論上是對一個經濟的定調 那你現在去到七月才舉行三中全會 開始大家都有一些感覺就是到底會不會是新一輪 你真的開始認清楚立場 現在看到中國的經濟問題 會是真的走回去刺激來需刺激消費呢 那前幾個星期諾貝爾經濟後長得主克魯明 自己都在那讚民話 其實全世界都知道 如果中國要救現在的經濟 就不是去不斷增加生產力 就應該是用它的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去刺激來需 但是很奇怪 但是克魯明說為什麼中國政府不是走一條路 而反而是不斷輸出一些所謂 產能過剩的生產力去外國呢 那大家留意最近歐盟其實都已經是跟隨美國 向中國一些新能源車是徵收一個特別的關稅 不過我見有些分析說到 其實歐盟的關稅就不是說有意一次過打死了 就是中國這些電動車 新能源車的出口 因為說到稅率是兩成半到三成幾 就一方面不像美國那樣 是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百基本上沒有一種 你增加兩成幾 半到三成幾 包括比亞迪這些 他們那個價錢之後 就會跟歐洲本身一些新能源車 就變回看齊了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是歐洲的消費者 如果你的價錢是一樣的 我為什麼還要花同樣的價錢 去賣一些中國產製造的品牌呢 為什麼我不是幫助我自己有信心 歐洲本身生產的一些新能源車 電動車 這個其實怎麼都是對習近平 心目中那個新質生產力 怎麼去提升增加它的市場地位 壟斷地位呢 似乎都是打了一些折扣 但是到底那個三中全會 最終是不是真是一個政策轉向 我自己是有些保留 因為始終剛才這麼說 習近平自己本身 本人其實他是不願意 將現在國家的資源 是放去一些剛才所說的 樓市 消費 來需 他覺得這些是幫不了國家 他覺得要提升中國的地位 必然是令中國有一些獨特的技術 包括剛才說的新質生產力 以至是其他可以影響到國際的一些 比如芯片的生產 所以最近你看到內地 都推出了第三期所謂的大基金 說的是三千多億人民幣 希望可以推動回本土那個芯片 晶片的發展 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似乎市場開始憧憬 三中全會一些政策的導向 利好股市 我又覺得似乎是 大家可能是捉錯了用實 如果你問我 我就寧願三中全會是舊吊重彈 因為舊吊重彈 都反映他們是面對現實 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最害怕的是什麼呢? 最害怕的是他以為自己知道有條出路 然後三中全會提出一些 從來都是沒有想過天馬行空的做法 因為必須知道這樣的神奇的角度 當他用舉國之力去做一件錯事的時候 可以坐得很教慣 黑魯明的說法 其實就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大家要留意的地方就是 其實不是每個國家都是可以靠政府去花錢 可以救到國的 有很多發展中國家就是因為走這條路 而他沒有辦法真的做到真正的效率 花了那些錢其實是一個更大的浪費 結果就造成更嚴重的通脹 貨幣的貶值更加嚴重 你看人民幣其實 現在不是說純粹為了貶值 而去令到它的出口競爭力增加 而是根本在外邊的世界 對人民幣的需求是減少了 這一點很重要 就是你接下來的日子 你對進口的一些很剛性的需求 你又沒有辦法改變 但是別人對你那些出產的產品的需求 包括有貿易的這些措施 也都包括你本身的競爭力 其實慢慢相對於其他東亞、南亞、東南亞國家 也都不是特別顯得有什麼優勢的時候 你兩個因素加起來 其實就變成了你 只會令到你的處境更加困難 真的可以不斷印銀紙去洗了 然後感覺又沒有什麼通脹 貨幣還是很強 可能是真的美國的專利來的暫時 所以黑老明的建議我覺得是 都很小心要處理的 如果真的相信這一套就麻煩了 但是有一個我想 中共可能其實自己都知道 如果14億人救不了那14億人 到最後你就要靠80億人去救你那14億人 本來全世界對於買中國貨 對於投資中國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你就有錢賺的 或者買回來的東西便宜便宜便宜 為什麼搞到今時今日的局面 這個就回到我們一開始講的問題 你的戰狼到處遼是生非 說真的 其實在其他民主開放的國家 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建基於很純粹理性的計算 多少都有一些意識形態 尤其是在俄烏戰爭之後 你中國說明要跟俄羅斯 跟普京有無上限的盟友關係 歐洲的社會歐洲的人民 歐洲的政府 又怎麼可能說 我當你這件事是獨立事件 我仍然是繼續 覺得中國是一個可以合作的夥伴呢? 其實這個地緣政治的關係 大家不可以忽視 哪怕你撇除了美國這個因素 我想中國是要明白它自己在國際關係上的處境 是一定地影響它的經濟表現 它以為歐洲和美國是可以有矛盾的 所以是可以用這種所謂 Divide and conquer的方法 就拉一邊打一邊 但是我想過了澳烏戰爭之後 這件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其實是覺得現在大家要面對一個現實 尤其是在香港的觀眾就是 中國大陸其實不是說不了解他們自己面對的這種困局 而是他們要不斷地用各種的文宣 用各種的近乎自欺欺人的手法 是告訴他們自己的那幫小粉紅 我們沒事的 我們遲早就會追過美國 美國也很不行 歐洲也很不行 所以我們有什麼問題 其實歐洲和美國當然有它自己的問題 但是歐洲和美國的問題 其實大家仍然可以說的 不要以為財經自由說一天就在說中國和香港有什麼問題 我自己開YouTube 有時候我也講一下美國的問題 講一下英國樓市的問題 加拿大樓市的問題 在這些地方講他們的經濟問題 是一個正常不過茶與飯口的題目 最終呢 你說是不是可以完全解決到這個問題 我想有足夠的時間 其實人家總會找到一些出路 而找這條出路不是純粹靠一個執政黨 在香港裡面極少數的七個政治局常委 裡面的一個人去做事 你真的要很多人一起去解決這個問題 甚至乎整個中國的問題 你14億人都解決不了14億人的問題 要靠80億人去支持的時候 你怎麼能夠自我孤立 但是又可以獨善其身 這件事不可能發生 當你看到中國和中國香港 越來越內卷的時候 你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那麼我們的生活 是不是跟以前 不可能再是一樣呢? 其實這個轉變已經正在發生 但是還有一些人說 我們香港要做超級聯繫人 你聯繫誰呢? 你聯繫中東那些國家 你聯繫杜拜的阿里 連杜拜的阿里都不展示你了 雖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很厲害 就算連騙子都不看你那台電影的時候 你想想你自己多麼閉矮 所以在香港和內地現在都有一個說法 就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就是可以解決到問題 這個其實在過去香港的思維裡面 都幾匪夷所思 但是如果在香港 其實最近包括前摩根斯丹尼亞 特區主席的羅奇 以及前中審法院 海外非常有法官 甚要信 都提出一些批評 那好像羅奇那樣說 其實過去香港政府對這些批評 都是會有一些比較正面的回應 大家去檢討問題 但是現在特區政府的做法是怎樣呢? 就完全好像一個戰狼上身 完全就不斷反而抹黑對方的地位 政治角色 甚至說是被海外英國美國的政客 所牽連去慫恿 就來抹黑香港 那你看看其實他兩位說的很多意見 其實無論是我們 以至是清醒的香港人 其實都留意到現在香港發生的事 就是正正他們講中的一個問題 包括兩個都同樣的結論 就是香港現在是邁向一個所謂的極權社會 這個其實是很可悲的 因為香港其實過去的那個競爭力 好像羅奇那樣說 是來自我們的自由 我們的開放 我們的創造力 在民間那邊 我們完全不需要靠政府 可以自己一手創造自己的企業 創造自己的事業 這些是香港過去獨特的文化 但是現在提出這些批評的人 都被政府抹黑為被國家 包括外交部、公安處 都指他們是受政客抹黑 這些其實完全是一些個人 已經去到一個個人批評抹黑的地步 其實就基本上沒有什麼異議 好像羅奇所說 這些這麼低級的回應 其實過去只是一些旅遊部門 可能一些很低手的一些公關 才會做一些這麼低級的回應 但是你發千幾字三千字的長文 其實都完全沒有point的 基本上只不過是讚揚自己 但是其實根本是回應不到人家的問題 經濟學人其實今期都有一篇文章 提到神耀信 其實他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他講其實過去一些商界人士 對香港國安的議題 他們覺得是相對獨立一些 跟自己的經濟議題 跟香港的一些法律保障產權 覺得仍然是有效的 但是自從神耀信提出的那些問題 神耀信本身原來其實是一個很厲害的 一個商業律師出身 也都現在變成一個很多重要的 香港的商業案件 其實都曾經由他一手處理 但是現在到底由這些國安的議題 去到一些商業糾紛 或者一些產權的保障 這些這樣的問題 是不是真的這麼獨立呢? 如果兩者其實已經是變成 就是同一個原則去處理的 就是所謂的國家安全 那你變成其實日後 對這些這樣的產權保障 商業糾紛 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期望呢? 是仍然可以有一個獨立的法庭 一個獨立的法治制度 去保障這些私有產權 我相信在外國投資者眼中 他們已經率先留意到這個問題 剛才三位講到說 就是杜拜王子 你最後六月中都來不了 其實我留意到 都有一些報道提到 其實所謂中東政府過去一年 就很強調說 希望可以拓展新的市場 因為我們跟西方已經過列了 但是跟中東那個商談是怎樣呢? 我留意有些報道提到 其實現在僅限在政府和政府之間 雖然你政府有帶很龐大的商界團體 可以去中東當地去尋找商機 但是在中東那邊的層面 其實他們似乎興趣不大 有些朋友都有提到 其實中東的企業本身 對香港來的 帶來的所謂商機 他們根本就是興趣不大 為什麼呢? 一來兩個市場的具體性質不同 他們更加擔心 香港現在變成一個中國城市 其實萬一它的投資來到香港 而最終反而是受到美國方面 或者西方世界方面的一些制裁 他們反而在外國方面的一些投資 反而是可能會因此受到牽連 所以他們私下跟企業說 是因為政府來 所以我們才會跟你們打招呼 但是如果你們站進來 其實做到生意的機會 根本就不大 其實是很老套的事情 你叫香港的 例如港交所的大粒 叫一些銀行的大粒 買一張直飛沙地阿拉伯的機票 就想著可以找到生意 人家都要想他要做些什麼才行 其實你說沙地阿拉伯也好 其他中東的石油出產國也好 人家真的在捉著很大盤棋 人家現在在想著 我們石油的出產已經不及非油祖國的出產量 現在其實沙地阿拉伯 或者其他油祖國 他們是不是能夠干預油價呢? 他們的影響力可能不及美國 對油價的影響 所以最終他們其實很知道世界風向是怎樣 你不要想著他們還是在沙漠地帶 不知道世事 人家在國際的經濟環節裡 都不知道玩了遊戲多久 你香港這班官 其實一直以來 只是看著自己豆腐潤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是不知道外邊的世界在玩什麼 我就算是他們 反而我要想什麼呢? 我不是拿我的公司來香港上市 雜誌的錢我大把 我要找東西買 以前你說我還有一些大陸的A股 或者大陸有些東西 不是一定到處都買到 我還沒上市 我可以在你那裡 pre-IPO買了 然後你上市 我骨一轉水 這些我就會做 現在你香港的市場 IPO已經跌出十大 我和你這個市場有什麼好玩呢? 我為什麼不直接去美國玩呢? 美國現在開始還有一些東西 可以這樣去投機一下 你香港沒有這些東西給我買 你跟我說 我們有很多人民幣債券來 沒錯 現在很多人都說 沙地開始說 我不是只收美金 我什麼錢都收 然後他們的如意算盤就是 不如這樣吧 我用人民幣和你買一些石油 你拿了人民幣 就不要兌了美金 你去買我們的人民幣債 收下息 問題就是 大家知不知道 現在美元債的息是多少? 我為什麼要買人民幣債呢? 因為貪你貶值得快 貪你息夠低 全部東西都說不通 你怎麼去銷售呢? 你現在好像一個銷售士 拿著一大袋的垃圾 跟別人說 喂 我有很多東西賣 對呀 整袋都是垃圾 賣什麼? 所以我 我是替香港做這些高層的人 就閉毅 究竟你可以怎樣去做到一些成績出來 給北京看 喂 我們做到事情 你根本什麼都做不到 連個騙子你都找不到回來才說 所以 其實 在上層開始的閉毅 你下邊的人怎麼辦呢? 每個人都做了就當得了 只有一個做字 我留意 安永最新的排名 就是香港在上半年IPO只有16億美金 排名是全球第十大 我看到有些報道說 其他有些北馬威那些說 下半年都還有機會追上的 雖然它都削減了香港的預測四成 說的 有機會500億 但是似乎是 有些癡人說目話 大家留意最近 其實全球最大的IPO 說的是 韓國的現代汽車 他們選擇是去到印度 印度在今年上半年 是全球第三大的IPO集資中心 似乎印度這個新興市場 那個競爭力 的確是非同小可 另外就是譬如 就算內地本身的 大家買一些便宜的市場都知道 他們現在選擇 因為美國有地緣政治問題 他們選擇是英國倫敦上市 他們都不選擇在香港 大家都留意到 其實這個正正就是反映現在 香港IPO市場的困局 好了 今集我們由中國經濟的疲弱 講到外交政策 和香港現在的路向 經濟的狀況是怎樣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會了 拜拜 拜拜